9 月底的東京電玩展 就要爆發一波帶來許多遊戲的新消息 相信 2025 年也會是相當精彩 而歷年都是遊戲大月的 10 月 今年也是遊戲多到爆大作連發 電玩瘋整理了 27 款值得期待的遊戲 看完都會懷疑自己真的玩得玩嗎 LINK START 在 10 月 3 號打頭陣推出的 正式萬代的全新線上共作作品 刀劍神域 碎夢邊境 遊戲採用動作玩法 我們要組成四人小隊操作同仁 傑 雅絲娜等熟悉的角色 和 20 位玩家一起挑戰 Boss 請各位封閉者親手使出信報 一起來幫隊友稱十秒吧 還記得黑木山的那一頁嗎 2015 年由 Supermassive 打造 在 PS4 推出的經典互動劇情恐怖遊戲直到靈鳴 現在要在 PC 和 PS5 上推出重製版 使用了 Unreal Engine 5 將畫面全面翻新 並加入更多可以互動的物件 帶來更加詭譎的氣氛 也加入了更多電影式的運鏡 讓我們從全新視角重新挑戰這部經典作品 隨著評價回升 暴雪即將在 10 月 8 號推出 暗黑破愛神似的首款資料片 憎恨之軀 我們要來到納汗屠叢林 再次面對莫菲斯托 遊戲新增了全新職業 弘靈師 畫度的傭兵也將帶著全新技能再次陪伴我們 等了好久 經典中的經典《沉默之秋 2》 要在 10 月 8 號推出重製版 遊戲改成主流的第三人稱 《月間視角》 並改進動作系統 讓我們面對敵人不會手忙腳亂 找回了當年開發的老班底 伊藤倡達與山岡坊參與 保留了原作劇情 並追加原作沒有登場的探索地點 無論是新玩家或是老粉絲 都值得鼓起勇氣跟著詹姆斯 重返沉默之秋面對三角頭 展開巡奇之旅 不少老玩家的童年回來了 SUNSOFT IS BACK 懷舊遊戲精選 收錄了三款當年SUNSOFT 在紅白紀念代發行的經典作品 包含了《瑪多拉之意》 《東海道》53次 跟《夢幻島沃宇》 追加了《畫廊模式》 新增存檔和倒帶這兩個方便的功能 要讓你效忠帶淚的異童年 在PS2 含味上 讓玩家們熱血沸騰的《電光炸裂》系列 回為17 年要在10 月11 號推出續作 《氣龍珠電光炸裂ZERO》 帶來系列最多的登場角色讓我們打個過癮 還有如同電影般的熱血戰鬥場面 由鳥山明大師創造 震撼宇宙的超戰士高速對決 粉絲們一定不能錯過這驚天動地 突破極限的《氣龍珠戰鬥》 由 Atos 推出 女神藝人鹿345 代團隊 Studio Zero 所打造的全新JRPG 暗影幻象 Revenezil 也要在10 月11 日華麗登場 我們將扮演突然成為新國王候選人的主角 在環遊世界的每一天之中 自由選擇符合度過 使用各種酷炫的圓形系統 改變自身的職業特性 和敵人展開戰鬥 看看這個無論是戰鬥還是介面都潮到出水的設計 真不愧是 Atos 力捧的新作 就看遊戲推出後玩家的評價如何啦 Ubisoft 招牌跳舞遊戲 Just Dance 舞力全開 2025 要在10 月15 日推出 收錄了全新40 首歌曲 帶來更多幽默有趣的舞蹈動作 如果你擁有前兩代作品 也能夠在同一個界面下 享受這三款的所有內容 準備好跟全家大小一起來跳飯天吧 以維美風格拿下壓倒性好評的 Grace 開發團隊 Nomada Studio 要推出全新作品 Never 同樣要將絕美的藝術世界帶到玩家眼前 我們將跟隨女主角艾爾巴 和一匹高貴的狼攜手對抗暗黑力量的襲擊 遊戲這次將更強調光影的層級和動作打擊感 相信會比前款作品提高不少遊戲性 搭載了次世代的棒球遊戲引擎 E-Baseball Engine 把球場上所有細節依次呈現出來的系列20周年作品 《職業野球魂2024-2025》 在小小延期一段時間後 確定會在10月17號於PC和PS5上推出 還沒有預購實體版的玩家記得趕快去巴哈商城 才不會錯過那位不斷在締造傳奇 寫下記錄的男人 大古祥平的實體版限定的二刀流封面特點喔 派對遊戲當然是沒有再嫌多的 任天堂要帶來第三款超級馬六派對空前盛會 有著超巨大的桌遊地圖 超過110種派對遊戲 也收錄了最多可以20人一同競賽的線上模式 上NSO就不用擔心沒朋友啦 《境界前方的路》是知名電影《境界》改編的第一人稱恐怖遊戲 以電影的世界觀為背景 我們要扮一名年輕的幸存者 要在眼睛看不到但聽覺點滿的凶猛生物世界中 尋找一線生機 想活下來就記得走路看路 不然踢到東西可能就小命不保囉 由Netflix獵幕師影集中Yennefer 的演員 作為臉魔主角的全新敘事冒險遊戲 《無名九使覺醒》 我們將操作來自印度的主角哈魯娜 運用穿梭次元之力 維護歷史走向 主角的能力不僅能直接打出敵人的魂魄 還可以傾負敵人來個借刀殺人 就看你能否跟上遊戲的思路 打出這些超越想像的操作 當城市建造碰上邪神會變得怎麼樣呢 Washippers of Cthulhu 我們要扮演邪教領袖 領導教徒在多個島嶼建立城市 透過暗黑儀式獲取知識和超自然的恩惠 進而讓城市繁榮 全心全力為克蘇魯歸來的那天做好準備 用最崇高的信仰迎接至高無上的神 在推出了一年之後 Ramedy 終於要推出 《心靈殺手2》的實體版讓大家收藏囉 實體版的內容誠意滿滿 直接包含了年中推出 有著戰力超強局長的DLC葉全 以及官方順布要在今年稍晚推出的最後一部資料片 《湖邊小屋》 不用再猶豫 一次打包帶走就對啦 由大宇推出那配音超到位的電影改編作品 《女鬼喬2 世魂錄》 今年5 月在 Steam 上推出後拿下極度好評 現在要登上家機平台啦 遊戲用心打造擰真校園 我們要與四位主角在教室內 和鬼玩來場刺激的追趕逃躲 每隻鬼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獨特的行動模式 要冷靜思考才能夠在這毛骨悚然的文華大學大人館 解開未曾公開的秘密 將光榮在2001 年推出的歷史模擬遊戲 《三國之八威力加強版全面重製的新作》 《三國之八 Remake》要在10 月 24 號登場 重製版直接將武將數加到最大 來到了 1000 名 現在可以體驗到由眾多新要素 進化而成的全武將扮演系統 並保留了《三國之八》最大特色的全年代劇本 包含虛構劇本在內將超過 55 個劇本 讓玩家享受歷史沒有的三國故事線 由 Inti Creates 開發的 《 Rogue Light 卡牌戰鬥 RPG》 《 Car in Shell 天窮卡牌路》 我們將化身為解決網路世界的電競儀偵探 靈活運用超過 300 種卡片 召喚同伴 在開發中的完全沉浸式遊戲中 對抗來自其他遊戲的主角 也有不少 Inti 自家的人物參戰喔 誰說年過 30 只能成為魔法師 沙盒約會模擬遊戲《萬物皆可談》 將突破一般大眾對愛情的想像 我們將戴上名為約會之旅的有色眼鏡 從此家中的一切 無論是冰箱吸塵器 甚至到空氣本身都是可以攻略的對象 他們還將有著愛、有、恨 這三種不同關係的結局 不知道如果對象是馬桶 會培養出怎麼樣的感情喔 這個月懷舊重製作品也是不少 又有一款時隔31 年 當初在SFC 上的 Saga 系列經典作品 復活協神 2 七英雄的復仇 也要在 10 月 24 號推出完全重製版 採用華麗的全 3D 畫面 重新塑造原作所描寫的廣闊世界 並重新打造更友善的戰鬥系統 經典的自由選擇劇情和閃霧系統 都有保留了下來 最棒的當然是有支援周恩 讓新手跟老粉 都可以好好體驗這部神作的魅力 將Saga 旗下招牌角色索尼克和夏特 兩款高速冒險遊戲和唯一的新作 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 能夠超完現代和經典索尼克兩種不同跑法模式 還可以操作超級帥氣的黑暗英雄夏特 使出各種必殺技挑戰過往系列強敵 這三合一翻新歷代經典關卡的同台演出 真的是太夢幻啦 年活作品《決勝時刻》系列 10 月 25 號要推出 由 Activision 旗下 Tri-Arc 工作室開發的新作 《決勝時刻 黑色行動 6》 帶來了粉絲們期待已久的全項衝刺系統 讓戰鬥更流暢 當然毫不意外遊戲在首日就會加入 XGP 對於自相體驗波彎戰役劇型的玩家就多一個選擇囉 小麥回來了 《奇異人生》最新系列作品 《奇異人生》雙重曝光 由長大後的小麥重新擔綱主角 不幸的是她另外一位好朋友莎菲 又捲入了一場謀殺案之中 無奈的小麥只好動用全新能力 穿梭在好友活著和死去的兩個平行世界裡 找出案件真相 這次真的能成功救回好友嗎 充滿挑戰的彈幕射擊遊戲《雷電》系列 在隔了八年之後 終於要推出系列新作《雷電NOVA》 遊戲改系列傳統的縱向捲軸 變成了雙搖桿2D射擊玩法 我們要邊移動邊控制射擊 對抗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 雖然玩法變了 但系列一貫的多樣化武裝仍然健在 透過反覆遊玩練功 來實現機體的終極進化 在等了整整十年之後 《暗龍紀元》終於要在10月31號推出新作 《暗龍紀元 殺仗守護者》 我們將扮演可以自訂的英雄陸科 與七名殺仗守護者一同冒險 這次不只英雄長相變革 玩法也變成了動作遊戲 還貼心的讓我們可以隨時暫停來選技能 雖然一代就能夠多元成家走在時代的尖端 不過這代的角色 玩家們你怎麼看呢 由當年業界傳奇《虛田剛一》和《三上真思》 聯手打造的動作射擊遊戲《暗影戀獄》 在萬聖節這天要推出重製版 再次和粗野狂放的主角賈西亞赫斯波 以及好友強生一同殺毀民虎拯救被綁架的愛人 重新體驗那段充滿搖滾精神 歌頌愛情 雙雙打爆惡魔的熱血旅程 最後一款我們要介紹的是 《Human》於1995年在SFC上推出的 點出式恐怖冒險遊戲《時鐘塔》 成績了20多年 現在要在多平台推出復刻版《時鐘塔恐懼重播》 我們將跟著女主角珍妮佛 重返挪威深山的豪宅 和剪刀殺人魔來場刺激的躲貓貓 想辦法脫離這座危機四伏的宅邸 遊戲新增了便利的倒轉和隨時存檔的功能 大幅減少失敗的挫折 試著努力打出存活的好結局吧 以上就是電玩瘋精選10月值得期待的遊戲 哇真的是眾星雲集的10月啊 另外《黑神花悟空》中文收藏版和豪華版 也預定會在10月中下旬推出 內容物相當豪華 不知道你有沒有搶到呢 看完了介紹有想玩的遊戲 也歡迎到巴哈雙城去逛逛 喜歡我們的整理影片就請訂閱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